我们继续使用约翰福音传讲主日的信息 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 耶稣被决定定十字架 在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之前呢 我想着每一个月的最后主日 我们守圣餐 守完圣餐了以后 我们通常要读的不是主导文 我们说是使徒信经 为什么我们每一个 这个守圣餐以后 我们说读使徒信经呢 因为使徒信经是我们的信仰的宣告 也是信仰的基要 那今天我们在看这段经文之前 我们要来看使徒信经当中的一段 其中的一段特别提到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 但是在后面接下去说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于十字架受死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 那比拉多是历史上 罗马帝国的一个总督 在这个地方提到 比拉多使徒信经里面 也不是因为比拉多重要 而是要写明 耶稣受难被钉十字架 三日以后从死里复活 是历史上一个真实发生的事件 所以我们的信仰 不是建立在一套空虚的理念 而是根据在历史真实的见证 那今天的经文就记载耶稣 在比拉多那里受损的一个过程 在这之前呢 耶稣已经经历了两次的审问 一次是在大祭司和工会的面前 一次是在这个叙利王 西律王是耶稣家乡加利利的分封王 在他们的面前受损 但在这两次受损当中 他们都找不到 耶稣触犯任何犹太律法的证据 也没有其他犯罪的证据 那现在呢 这些犹太人 他们想 借着总督比拉多的权利 来将耶稣定罪 置耶稣于死地 那经文呢 是记载在约翰福音 十八章二十八节到十九章十六节 经文比较长 总共二十九节的经文 超过一千一百字 所以我们这个经文呢 不可能像平常一样 先读一遍 我们在每一个部分 我们会来读 整段的经文都是对话 分别是 比拉多与原告 犹太人之间的对话 和比拉多与被告 耶稣之间的对话 那我们把这段经文 分成了三个部分来看 第一部分 我们是从犹太人 与比拉多之间的对话来看 犹太人的动机何在 犹太人为了杀死耶稣 控告 这是犹太人动机 同时我们看 比拉多与犹太人之间的对话 和比拉多与耶稣之间的对话 来看 这个比拉多的心如历程 他最后为什么要定死耶稣 他最后 其实我们看到 他是为了官位 决定定死耶稣的 那最后我们要来看 从耶稣的回答来看 从耶稣的回答来看 耶稣为什么接受被定死之家 那耶稣是为了将真理写明 接受被定死之家 那这个时候我们 来看第一部分 我们说犹太人是为了杀死耶稣 而控告的 经文是这么来描写的 我们一起来念 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 往衙门那里去 内截去 那是天还早 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 恐怕燃了误会 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 比拉多就出来 到他们那里说 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 所以比拉多损问 是先问原告 犹太人 你们为什么事情要控告他 那这些犹太人就回答说 这人若不是作恶的 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 那作恶 什么是作恶呢 作恶在这地方是指 触犯了罗马帝国的法律 而且是指刑事犯罪 通常是指杀人放火 作奸犯科 那比拉多 是这么来回答他们的 说你们自己带他去吧 按着你们的律法 所问他 因为如果真是杀人放火 这一类事情 比拉多早就知道了 所以比拉多知道 这些人不是为这个 说按照你们的律法去审问他 那这些犹太人怎么回答呢 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啊 所以犹太人的目的很清楚 他们就是定乱要杀人的杀人的杀人 那不是因为耶稣做了什么恶的事情 而是他们定义要杀耶稣的 不是因为做了什么恶的事情 因为这个也可以从后面的经文得到进一步的印证 因为当比拉多 因为当比拉多询问耶稣 知道耶稣没有做任何的恶事 他就到犹太人这边来说 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但你们有个规矩 在逾越节我要给你们释放一个人 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 他们的回应是什么 他们说不要这个人 要巴拉巴 巴拉巴是一个强盗 我们说巴拉巴是一个强盗 是一个什么样的强盗 他是一个杀人犯 曾经在耶鲁撒人城 引起恒大的骚乱的一个杀人凶手 极其凶恶 倘若这些犹太人有一丝一毫 他们的心思意念是防止人作恶的心思的话 他们就不会要求释放巴拉巴 所以由此可见 他们要求释放巴拉巴 却要来定罪耶稣这件事情 是多么的恶 世人自己作恶 却要控告良善的耶稣 其实当人的心 被罪恶捆绑的时候 是可以非常恶的 因为人在这个时候自以为 是这些犹太人自以为 你我 如果在那个状况 不认识耶稣怎么样 其实你我也差不多 不比这些犹太人好到哪儿去 当人被罪恶捆绑 不认识耶稣 你就可以看到恶可以恶到什么地步 而且这些犹太人不仅仅是要把耶稣定罪 而且就是要杀死耶稣 因为当后来彼拉多再次损问 耶稣说 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祭司长和财疑 就看见他就喊着说 钉他十字架 钉他十字架 他们的目的是要用当时 罗马帝国最残酷的酷刑 来把耶稣处死 所以是定义要杀死耶稣的 在这个地方 有两个的细节 我们值得留意的 第一 是众人 也就是说 要把耶稣定死的 不仅仅是当时的那些当权者 是众人 就是指许多的百姓 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 往亚门内解去 是众人 毕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 所以每个人都在里面 第二 你看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呢 他们不进亚门 为什么 亚门是外邦人的地盘 进去就受了污秽了 他们就不能吃雨夜节的宴席了 但是你想一想 他们不进亚门 不进外邦人的地盘 但是却要用外邦人的法律 来判同事犹太人耶稣的罪 这是多么的虚伪 假冒伪善 一边不进 亚门怕误会 所以在这些人 他们的信仰 只是一个宗教礼仪而已 根本没有敬畏神 信靠神的心 完全地假冒为善 但他们没有 犯罪的证据耶稣 他们没有耶稣犯罪的证据 当他们这么回答说 我们来看这些人 到底前后怎么来说 说若不是作恶的 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 但彼拉多说 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啊 那犹太人怎么回答呢 说我们有律法 按了律法 他是该死的 其实这句话 本身就见证了 耶稣没有罪 为什么呢 按了律法 他是有罪的 那如果不按了律法呢 耶稣是无罪的 你不是控告作恶吗 其实已经否定了 耶稣没有作恶 那按了律法 其实按了律法 大祭司和工会 已经损问过了 没有找到任何的证据啊 这就是为什么 犹太人要借彼拉多的手 来杀害耶稣 所以在这个地方 他们的回答已经见证了 耶稣没有罪啊 那真正的原因 他是该死的 只有一个原因 他们不接受 耶稣是神的儿子 所以他们在后面 就把这个真实的想法 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了 他是该死的 因他以为自己为神的儿子 按了律法 他是该死的 那耶稣曾经说过 自己是神的儿子 没有错 但这并不违背 任何犹太律法的条文 因为他们曾经先前 就责问过耶稣的 他们说 你说坚王的话了 因为你是个人 反将自己当作神 但耶稣当时就回答他们了 已经回答他们 耶稣在那边回答说 你们的律法上 岂不是说 写着说 我曾说你们是神吗 那耶稣所引用的经文 就是诗篇82篇第六节 我曾说你们是神 都是至高者的儿子 那谁是你们呢 你们的律法上 岂不是写着说 我曾说你们是神呢 主耶稣解释了 这个你们就是 承受神道的人 上前成为神 承受神道的 就是承受神救恩的人 当然犹太人当中 那些信靠神 是承受神救恩的 上前成为神的儿子 自高者的儿子 那主耶稣分别为圣 来成就救恩的这一位 他自称为神 触犯了律法了吗 没有啊 因为连这些 信靠神的 承受救恩的犹太人 包括以后相信的人 都可以称为 自高者的儿子呀 其实今天 你和我怎么祷告 天上的父啊 你要知道这些话 在不信的犹太人 听起来是非常刺耳的 巴不得巴尼和我 都拿石头打死的 所以这些犹太人 只是心态硬 自以为义 所以不愿意 在事实面前 耶稣已经显明了 他就是弥赛亚 是神的儿子 用神迹其事 也用他的言语 但 犹太人不接受 他们 太刚硬 自以为义 在这个地方 你我要反思一下 我们信主之前 会像犹太人那样 自以为义吗 我不知道你啊 我会啊 那信主以后呢 我们会不会自以为义呢 我们对于 有些圣经的教导 我们不愿意顺从 找各种理由 别人还说不得 为什么 其实仍然是 自以为义的惯性 在我们心中 你和我不比这些犹太人 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 那第二部分 我们从 彼拉多和犹太人 和耶稣之间的对话 来看彼拉多内心的心路历程 到底是什么原因 决定了 他最后要猝死耶稣 我们标题是讲了 他是为了保住官位 但是我们一步一步来看 这个过程 首先 彼拉多明知 耶稣没有犯任何罪 他自己三次 说我查不出 他有什么罪来 那既然查不出 为什么不释放 只有一个原因 他不想得罪犹太人呢 他不想得罪他们 在这当中经文的描写 让我们看到 彼拉多有没有犹豫 他有的 当耶稣说 他为真理做结论 他说真理是什么呀 他后来就对犹太人说 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但你们有个规矩 在这逾越节 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 你们要我 给你们释放 犹太人的王吗 打个问号 他是有犹豫的 他想释放耶稣 但百姓喊 不要这个人 他就退缩了 为什么退缩呢 因为释放无罪的耶稣 是秉公办理 他应当做的 那 耶稣说为真理做见证 但真理是什么呢 真理你看不见 摸不着 不实在 但因着 释放耶稣 就要得罪 这一群犹太人 他就失去了 笼弱人心的机会 他觉得不值得 这就是 比拉多的心态 他不仅仅 怕得罪 而且他用实际行动 来讨好这些犹太人 他怎么用实际行动 来讨好呢 当下 比拉多将耶稣 鞭打了 冰钉用荆棘 鞭做冠冕 戴在他头上 给他穿上纸袍 又挨敬他 说 恭喜犹太人的王啊 他们就用手 张打他 比拉多明明知道 耶稣没有触犯 任何罗马的法律 没有犯罪 但是他居然 让冰钉 来打耶稣 为什么 他想讨好犹太人 是主动 用实际的行动 来讨好犹太人 他让冰钉 鞭打 羞辱 耶稣 那我们说 他这样做 他的良心 就能安吗 他有没有害怕 他有的 当犹太人说 因他自以为是神的儿子 以自己为神的 毕拉多听见这话 越发害怕了 他有害怕的 但是当群众喊着说 除掉他的时候 毕拉多就决定 要订耶稣十字架了 因为这样的害怕 使人的良知 在人的心中 所产生的 然而人在罪中的时候 良知是麻木的 起不到然主人 继续犯罪 这样的功效的 那毕拉多 他在耶稣的面前 是有机会悔改 认识神的儿子的 但他却任凭 自己良知的麻木 继续来作恶 为什么 因为 他的内心 是自私的 人内心的自私 让人远离真理 他真正的原因 他不想为了耶稣 丢掉官位 这是他真正的原因 因为 当耶稣说 若不是从上头 赐给你的权柄 你就 无权柄 伴我了 那 把我交给你的人 最更重了 那 毕拉多是想 释放耶稣 但是那些人说 你若释放这个人 你就不是 凯撒的忠诚了 所以如果在前面 毕拉多还在 犹豫摇摆当中 到底是讨好犹太人 还是秉公办理呢 因为 毕拉多有良知的呀 他 这个时候 他就不得不面对 真正的 他的内心了 这个时候 内心的真实情况 就显露出来了 因为 他必须要在 真理和切身利益之间 做一个选择 你回避都回避不了 因为 你若释放这个人 就不是凯撒的忠诚了 因为 他如果顺从良知的感动 去选择寻求真理 他就要放弃 自己的切身利益 因为 因为这会影响到 他的官位的 这样的代价 对毕拉多 他只看中 或者只看到 今生世界所拥有的人 太大了 你和我要问 自己一个问题 如果你和我是毕拉多 你会怎么选 你会怎么选 没有人回答 因为你和我选的 和毕拉多一样 那我们说 其实这个选择题 是人人都要做的 因为当主耶稣 呼召门徒的时候 就是让人做选择题的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 来跟从我 而且主耶稣说 人若赚得全世界 却上了自己 赔上自己 有什么益处呢 所以 人在耶稣的护照面前 必须来做选择 到底是跟谁主 还是看中世界 没有办法 每一个人都要做这个选择题的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 毕拉多在整个过程当中 他最后决定 定死耶稣是滥用权柄的 我们前面刚才讲了 他害怕了 但是他害怕了 他做了什么事 他没做什么事 他就进了衙门了 他就问耶稣 你从哪里来 耶稣不回答 毕拉多说 你不对我说这话吗 你不对我说话吗 你岂不知 我有权柄 释放你 也有权柄 把你钉十字架吗 这句话 就落实了 是毕拉多自己的决定 钉耶稣十字架 完完全全是毕拉多 自己的决定 我有权柄 释放你 也有权柄 把你钉十字架 同时这句话 也很讽刺 因为他面对的是 宇宙万物的造物主 生命的主宰 他居然敢说 你岂不知 我有权柄 人若不认识神 可以多么地狂妄 在物质中狂妄 如果我们不认识神 也是如此狂妄 那耶稣回答说 若不是从上头 赐给你的 你就毫无权柄 帮我 所以把我交给你的 那人 罪就更重了 对于主耶稣这句话 要如何理解呢 我们要 要专心 我们需要 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 世界上所有的政权 无论是在人眼中的 良政 或者是恶政 包括当时的罗马政权 都是在神的主权之下 而且最后 都要成就 神借着耶稣拯救 信靠他的人 这个美好心意 无论在这当中 这个人也好 这个政权也罢 是起到正面的作用 还是起到 抵挡神的反面作用 但最后都要成就 神自己的心意 同时 地上的政权 不可能是完美的 没有一个政权 是完美的 都是暂时的 真正的完美 是在永恒中 在生 完全荣耀的同在当中 第二 地上政权的 正常功能是 讲善罚恶 对于不认识神的 比拉多来说 当他听到耶稣说 若不是从上头 赐给你的 他认为耶稣是在讲 他的权柄 是从凯撒大地那边来的 所以 当耶稣这么说 他知道 若我把耶稣钉持之架 那就是让无辜者受罚了呀 就离弃了政权的基本的 讲善罚恶的原则了 所以这也导致他 后面再一次提议说 他想释放 耶稣 那第三点 我们要 清楚一件事情 所以把我交给你的 那人 罪更重了 这个不表明 比拉多在 损问耶稣这件事情上 没有责任 没有罪 不表明 更不是表明 他后来决定 定耶稣十字架 不用担罪 他要担罪的 那主耶稣说的是说 把我交给你的 那人 罪更重了 能那个人是谁呢 有的解经家说 这是出卖耶稣的犹大 有的人说 这是盖亚法 或者是盖亚法所代表的 犹太领袖们 那还有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 是整个犹太人 族群当中 第一当神的人 为什么他们最更重 因为神借着先知 早就告诉犹太人了 犹太人他们知道 预言 什么预言 有一位 弥赛亚救主要来的呀 但是他在这个地方 不但拒绝 还要控告耶稣 所以他们的罪更重了 因为彼拉多 所代表的外邦人 在耶稣基督的救恩 显明之前 对神的拯救心意 无知 因着私心抵挡神 无知私心 仍然是罪 仍然是罪 只是犹太人的罪 更重的 因为他们明明知道 却故意抵挡 当然 包括犹太人 想控告耶稣这件事情 要借着外邦人的手 要借着外邦人的手 钉耶稣十字架 其实主也是知道的 这就是在前面的经文里面 说这要应验 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样死 耶稣多次向门徒预告 自己将要怎样死 那从此我们说 这个经文我们读了好几遍 彼拉多释放耶稣 但群众一说 你这样做就不是凯撒的忠诚了 那接下来彼拉多做的事情 我们说他怎么滥用权柄呢 他就开始在一个叫铺滑石处 就在那里坐堂 坐堂的墓地 其实他已经在这个时候 心意已决 要钉耶稣十字架了 但是他用了一个办法 他怎么办呢 他说 看啊 这是你们的王 他们说除掉他 彼拉多说 我可以把你们的王定十字架吗 这个世界上有这样做审判官的吗 问原告 我可以这样做吗 没有这样做的审判官呢 所以他这个时候审判 不是依据罗马的律法 也不是按照自己的良知 他 好像要顺从原告的意思 是什么 他给自己找一个台阶 让自己的良心 少一些不安啊 最重要是让这些犹太人领情呢 于是 他最后 我们说 是将耶稣 交给他们 钉十字架 耶稣被钉十字架 彼拉多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想用什么方法呢 罪不在我 你们自己承担吧 这在另外的福音书里面 是这么讲的 但神是检查人心的 圣经的作者 在圣灵的带领之下 就把彼拉多这个真实的心如历程 就曝露给我们看了 其实 即便后来面对复活的耶稣 彼拉多采取的 仍然是维护犹太人的领袖 因为耶稣是谁 耶稣是否复活 对他不重要 对他重要的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总督的职位而已 在这地方 你和我也需要有反思 这个反思就是 你我可以骗人 甚至骗自己 但我们都骗不了神的 所以在信靠 跟随主耶稣的道路上 不要自以为聪明 不要傻小聪明 因为一边可以爱世界 一边可以爱主 我们只能爱一样 你对你的先生 你对你的太太 你出轨 他也不干 在信靠 跟随主的道路上 真心 我们真心 主会带领的 那我们最后 我们来看 从耶稣的回答来看 耶稣 接受 被钉十字架 我们题目是说 将真理写明的 那我们要看一下 这个地方 整个耶稣的回答的过程 是怎么来将真理写明的 那康开始的时候 彼拉多进了衙门 就叫耶稣来说 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耶稣回答说 这话是你自己说的 还是别人认我对你说的呢 彼拉多说 我岂是犹太人 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 把你交给我的 你做了什么事呢 耶稣回答说 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我的国入属这世界 我的臣谱必要争战 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 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 耶稣两次说 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 祂是要告诉彼拉多 也是告诉世人 也是要告诉门徒门 耶稣要建立的国度 不是在地上 不是在当下这个世界 不是 所以耶稣来 不是要带领人 推翻这个世上的政权 耶稣来是要把人 从罪恶的捆绑中 拯救出来 要在人的心中做主 所以这个国度 是属神的 是属天的 在地上的彰显就是教会 所以我们称自己是天国的子民 那 这个教导对于今天的基督徒 也是一个提醒 就是你和我的首要目标 不是在地上建立一个 在人看来更好的政权 而是为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 做见证 引领人归向神 不要把本末导致 我们的首要目标 是为耶稣的福音做见证 引领人归向神 彼拉多问 你是王吗 主耶稣说 你说我是王 我为此而生 为此来到世界 特为给真理做见证 凡数真理的人 就听我的话 主耶稣是为真理做见证的 耶稣是王 不是在政治上的地上的君王 而是在人的心中做王 耶稣为真理做见证 因为耶稣就是真理 神的心意就是真理 神的心意是 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 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 这就是真理 所以耶稣为此而生 祂道成肉身的目的 就是成就这个救恩 同时我们从对话里面 可以看到 耶稣是完全顺负天父的权柄 那我们说从耶稣的回答 也要看一下耶稣什么不回答 圣经的记载 我们要留意 有时候回答 有时候不回答 不回答也有神的心意了 因为当耶稣 彼拉多问 你从哪里来 耶稣就不回答 为什么呢 因为彼拉多既然不关心 真理是什么 他当然不会关心 耶稣从哪里来 因为耶稣从天上而来 道成肉身而来 他是关心的吗 不是呀 所以耶稣不回答 彼拉多说 你不知我有权柄伴你吗 那这个时候 耶稣回答彼拉多 其实也是告诉世人 若不是从上头来赐给你的 你就毫无权柄伴我 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 最更重了 所以面对一个完全堕落的世界 但地上的权柄 仍然在神的权柄之下 我们需要再次重复 若没有神的许可 这个地上 任何人都不会拥有 任何的权柄 还有若没有神的许可 若不是在神的计划当中 彼拉多也好 地上的任何君王也好 都毫无权柄 把耶稣钉在设置架 那耶稣被钉设置架 是同时也是 耶稣自己选择 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 是为了成就神 在创世之前 就设定的拯救计划 那即便 我们说在人看来 这是一个 黑暗权势横行的时候 但神依旧掌权 神在最黑暗的时候 仍然是历史的主宰 所以耶稣的回答 就写明了 耶稣为了 将神借着自己 拯救世人的真理写明 就甘愿舍身代替人的罪 接受被钉十字架 所有一切的羞辱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思想 耶稣被决定定十字架的过程 见证世人被罪恶捆绑 拒绝真理 那耶稣选择接受被钉十字架 见证神 要借着耶稣拯救世人的真理 那我们要来讲应用 应用我们说 第一个 选真理还是选利益 那今天的这个思考问题里面 第二题呢 是特别提到说 在与人分享福音的当中啊 经历当中 常常遇到的挑战是什么 其实问题二呢 和问题一是相关的 因为问题一告诉我们 常常遇到的挑战 其实就是两种情况 自以为意 不认为自己有罪 需要被拯救 还有一种就是 看重世界所拥有的 对于永生 对于复活 觉得无稽之谈 毫无意义 那我们遇到这两种情况 很正常 不要气雷啊 你我能做的是什么 忠心传讲 耶稣十字架的福音 因为一切在主的手中 还有一种挑战 其实更大 因为这个挑战 不是由于未信的人 抵挡神 是什么 是号称已经信主的人 在人生观 世界观 价值观 与不信的人 毫无区别 所以当面临 在选择利益 还是选择照着 圣经教导行的时候 常常选择的 和不信的人 一样是 以自己的利益为优先 所以在不信的人看来 我们的信仰 不过是 言行不一的宗教 不是生命 当然还有一种 也有人是把耶稣 信耶稣当作是 改善地上生活的 帮助而已 所以我们所分享 出来的福音 就变成了 变相的成功成学了 与耶稣基督 被钉十字架 呼召门徒 走十字架的道路 毫无关系 因为一切怎么样 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 而且呢 比不信的时候更甚 因为未信以前 我们说这个信啊 要打引号的 是以我为中心 现在再加上 主基督也要来为我服务 我是中心 一切的人 家人都得为我服务 公司的同事都得为我服务 再加上基督 还可以随时为我服务 这个不是真理 这个是半岛人的 假福音 第二 我们要分享的 是在困境当中 如何选择顺服 我们先来看 一个人对我们的劝勉 有一个人是这么说的 我们一起念 你们做仆人的 凡事要存敬畏的心 顺服主人 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 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 倘若人未叫良心对得住神 就忍受冤屈的苦楚 这是可喜爱的 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 能能耐 自在神看似可喜爱的 你们蒙招连是如此 这个人居然是这样想 而且这么来做 这么来劝的 要乖僻的也要顺服 而且人受冤屈 是可喜爱的 而且你们蒙招 就是为了这个 这个人是谁呀 怎么说这样的话呢 这就是彼得说的呀 我们说彼得 我们刚刚才学过 先前面对生死的困境 他顺从自己的胆怯 三次不认足 他如何会有这样的改变呢 那我们要来看 彼得 他自己是怎么说的 我们一起来念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 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曾造自己的大联名 借着耶稣基督 从死里复活 重生了我们 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所以要清楚一件事情 彼得三次不认足 是主耶稣还未在十字架上 成就救恩 还未从死里复活 还未赐下圣灵 所以当时门徒失散 彼得不认足 是包括彼得在内的 十一个门徒 都还没有重生 人在未重生之前 你要知道 征战的对象是谁 是撒旦 是靠自己与撒旦征战 即便勇猛如彼得 也一败涂地 但是当圣灵降临之后呢 圣灵降临之后 我们从圣经的记载就知道 他们个个都持守信心 为主做见证 那彼得后来是为主殉道 他选择道定十字架 所以彼得在那边的劝勉以后 是这么说 我们一起来念 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 给你们留下榜样 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 所以彼得才会说 你们蒙遭原事为此 是为了跟随 主耶稣的脚踪行 因为主耶稣为我们受过苦 弟兄姐妹 无论是基督徒非基督徒 在地上都会遭遇困境 遭遇苦难的 这是正常的 神没有应许 在地上没有苦难 但重要的是 我们在这当中 如何选择 顺服神 所以有个问题 我们需要来问 当我们遭遇苦难的时候 我们要问的不是 为什么这件事情 发生在我身上 我们要问的问题是 神啊 借着这个苦难 你要我学习什么功课呢 但愿在各样的困境当中 我们学习信靠神 学习经历神 更深地认识神 更深地爱神 也爱人 我们要靠圣灵 成为福音的见证 做一个真正得救 得胜的人 我们一起祷告 祷告后有回应诗歌 我们一起祷告 如果你先安静自己 现在主的面前 来到主的面前 爱我们的主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借着主耶稣 被损问的过程 我们看到 人若不认识你 罪有多么的大 我们若不是认识你 也是自以为意的 也是把世界 看重过于一切的人 主耶稣 你十字架的恩典 写明了 让我们真知道 你才是 生命的源头 恩典的源头 有爱的源头 我们真正的盼望 是在你 永恒的同在当中 所以我们 请看在地上的一切 你呼召我们 跟随你走 十字架的道路 你把圣灵 已经赐给了我们 是为了我们 能够持守信心到底 为福音做见证 这个福音就是 十字架的恩典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你是见察人心的 你知道 你的儿女的心 你向我们的心说话 愿我们被你更新 被你兼顾 成为你福音恩典的见证 愿你的名被荣耀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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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